阳光正好,海风不躁,我,艾伦海因斯坦,一个名声在外的航海家,今天又在海上捡到保了一条美人鱼,在这个未来世界,海洋成了人类探索的最后边疆,我驾驶着我的船海洋之心,在蔚蓝的大海中航行,寻找着未知的秘密,而今天,我遇到了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伙伴,看,那是什么,我指着海面上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,船员们纷纷围了过来,天哪,是美人鱼, 一个年轻的船员惊呼,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美丽的身影吸引,美人鱼的长发随着海浪轻轻摆动,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助,似乎在向我求救,快,把她拉上来,我命令到,船员们迅速行动起来,小心翼翼地将她从雨往中解救出来,你没事吧,我关切地问,美人鱼轻轻点头,眼中闪过一丝感激,别跟着了,我大声喊道,但她似乎并不想离开,反而游得更近了, 船员们窃窃私语,一个老船员说,据说美人鱼的记忆只有七秒,她可能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跟着我们,我恍然大悟,原来她一直在寻找着什么,或许,是在寻找一个家,从此,美人鱼成了海洋之星的常客,每次出海,她都会跟随着我们,她总是静静地跟在船尾,每当我分发食物时,都会为她准备一份特别的, 我经常坐在船头,对着她倾诉心事,虽然她从不回应,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倾听,又一次出海,我信心满满,但命运却给我开了一个玩笑,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,让我们的船触跤了,我失去了意识,当我醒来时,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, 旁边就是那条美人鱼,她又到我身边,轻轻地吻我一下,然后吐出一口气,仿佛在用她的方式告诉我,她一直在,你救了我,我摸了摸她的头,感慨地说,你跟着我也有五年了,小女孩都长成大姑娘了,如果我向你表白的话,我苦笑着摇了摇头,自嘲地说,只可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,我可从来没承认过哦,美人鱼突然开口,脸上泛起了红韵,她的声音如同海浪一般月啊, 我只是一直在学人类的语言,还有,美人鱼顿了顿,眼中闪烁着光芒,看不够你而已,我听了心里暖洋洋的,我们之间的默契,好像已经超越了语言的界限,在这片广阔的海洋里,一个人类航海家和一位美人鱼,建立了一段难以言喻的奇妙情谊,成为了海洋中的传说